出國休假一下 幾天10天沒關係 到夏威夷 到巴黎島都可以 先平心競技一下 可不可以不要回來 再出發 再出發啦 我說如果你不讓自己心情沉澱的話 這個亂局你每天打地鼠這樣沒了沒了 我都替你任期擔心 可是齊昌啊 雖然我們都講說你不要再恐嚇我們了 可是一聽到啊 如果全面廢核定價可能真的要漲四成啊 有些老百姓會不會真的是 其實心裡是有點怕的喔 那反過來講 政府真的是苦口婆心的在擔憂嗎 他到底有沒有講真話 但是政府這麼講呢 而且甚至告訴我們以後 可能你有錢買不到電啦 是真的會有一點效果嗎 核能問題最重要要先給人民一個正確的資訊 我覺得台電老是搞這種恐嚇 我實在是 搞了三十幾年了啦 核電不是現在開始 核四不是現在開始有民眾反對 這個運動已經搞了30年了啦 我特別把過去啊 我從1988年的報紙 我把它翻開來看 各位就可以知道 你看這個恐嚇是恐嚇嗎 你看喔 這個1988年喔 6月02號的聯合晚報 1988年喔 他告訴我們什麼 尖峰用電激增 將採營運措施 79、80年兩年可能被迫限電 也就是說 開始恐嚇你說沒有核四就會限電 你看喔 79、80就說要限電喔 限到現在 限到現在 然後再來喔 1991年的4月4號聯合晚報 今後十年 年年有限電的危機 標題就跟你 今後十年年有限電危機喔 這裡面他告訴你說 如果核四沒有鈣喔 我們在六七年後缺電問題會更為嚴重 這個是1991年加67年 大概1996年、1997年 所以大家回想一下 96、97我們有沒有限電 還沒蓋 對 都還沒蓋 我現在講都還沒有蓋喔 就一路告訴你說 沒有核四會怎麼樣喔 再來 1993年的6月也是聯合報 江秉坤說這個發電比太高了 然後呢 這個內容我唸給大家聽 江秉坤當時的經濟部長說 如果我們沒有興建核四廠 將面臨與菲律賓目前缺電情況相似 他說 目前菲律賓每天停電8小時 如果我們不速建核四的話 民國99年就會怎麼樣 每天停電6小時 民國99年什麼時候 2010年 也就是幾年前 四年前 大家請問一下 四年前我們要每天停電6小時 核四還沒有蓋 到今天都還沒有蓋喔 江秉坤告訴我們說 如果沒有蓋 2010年會停電 每天要停電6小時 那我們現在應該進入原始時代啦 再來一樣 1996年 1996年 未來影響 江秉坤子電力將受嚴重影響 民國80年 民國92年以後 每天停電2小時 因為這個剛剛是 6小時 剛剛是93年講的嘛 對 到了96 剛剛是1993年講的 對 現在1996年改成什麼 改成 每天停電 2小時 好啦 我再繼續唸 唸到現在 我都 時間沒那麼久 不要再錄下去了 恐嚇 從1988年就開始恐嚇說 沒有蓋核四 會停電喔 會電不夠喔 會限電喔 我們跟菲律賓一樣喔 從1988年恐嚇到現在 還沒再恐嚇 還繼續再恐嚇 而且現在恐嚇 還會出現兩個版本 而且現在恐嚇 也就是1990年 也就是1990年 台電講的跟經濟部講的 恐嚇那個時間點 還不大一樣 人民面對這種 直接不斷在恐嚇 然後沒有一天是 沒有一個是事實的 沒有正確的資訊 你現在人民在講說 會怎麼樣 人民相信嗎 你現在跟他講說 我這個絕對安全 人民相信嗎 台電會不會倒 我跟大家講 台電會倒 但是跟核四沒有關係 什麼意思跟核四沒有關係 我隨便講就知道了 第一個被載容量 百分之二十幾 這全世界差不多 沒有人被載容量創的 專家學都告訴說 不需要達百分之二十五嘛 第二個 台電的變壓器的採購 十年換了三家公司 每一家通通閉案 這個民間公司 有一個公司可以允許 變壓器的採購 閉案換下一家公司 照閉案 再換下一家公司 還是閉案 可以允許這種採購嗎 因為都是同一家 因為都是同一家公司 換名字 不是啦 因為台電都是同一家公司 對 採購人也一樣 對 煤 在價格最高的時候 去訂了一個什麼 訂了長期合約 世間就是那種 十五的公司嗎 台電 你選擇 對 你選擇最高的時候 煤價最高的時候 打了長期合約 有這種公司嗎 有啦 政府裡的時候很聰明啦 打合約的時候很笨啦 買名貴的車子 百萬名車去巡視啦 說要去巡視看電影 做得好嗎 買名貴的交車去做這個 巡視這個 是什麼意思 當凱子 跟明天買最貴的店 所以台電公司會倒會 會倒真的會倒 因為我剛剛舉那些例子 沒有一家民間公司 沒有一家經驗好的公司 會這樣幹事情的啦 對 所以你當然會倒 買名貴的交車去做這個 巡視這個 是什麼意思 當凱子 跟明天買最貴的店 所以台電公司會倒會 會倒真的會倒 因為我剛剛舉那些例子 沒有一家民間公司 沒有一家經驗好的公司 會這樣幹事情的啦 對 所以你當然會倒啊 不好意思 它不是合適啦 不是因為合適的原因啦 你這些有一大堆的問題 通常你要倒啊 你怎麼會倒 這種公司喔 在民間 早就不知道倒幾次了啦 我差一句話 其實你剛剛看張家柱的那個說法 如果核四停建之後 都靠天然氣發電 好 那就會漲四層 那台經理是死人喔 我們還想那麼多方式可以發電 是啊 為什麼用電戰機 對 所以你看他們講話永遠用詭辯 我就覺得這個政府這些官員 一個一個不都是用博士的嗎 對 那為什麼你們永遠不好好的跟人民講清楚 我們現在的國家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的發電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將來核四不該 我們還有什麼樣子可以來共同努力的地方 不是永遠 你會發現馬英九政府包括這些官員 他永遠都像是核電廠的代言人 或是說 對 是美國核電廠的這個代言人這樣子 好像他拿了他多少廣告費 一定要幫他們做宣傳 而且還做了不實廣告 這才是我對這個政府最深惡痛訣的地方 我想針對那個電費 就是還有台電破產的這個事情 我們想要回應一下 就是說 政府去預估未來的用電量到底有多少 它其實是根據我們的GDP的那個成長量 還有它根據過去的那個用電的那個使用量 然後去做的那樣的一個預估 那可是我們必須要說的是台灣的經濟的那個成長 它其實是一直在轉型的 過去台灣又非常多高耗能的這樣的一個工業的方式 那未來台灣還要繼續使用這樣的一個經濟發展的方式嗎 如果我們未來不想要繼續使用這樣的一個方式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未來的發電量 也會是要跟過去樣是這樣子一個逐步成長 我覺得這其實是台灣可以去重新去思考說 這個我們未來的那個經濟成長方式 其實是可以有不一樣的方式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我們台電一直沒有告訴我們 是說我們的政府其實大量去補貼非常多企業以及業者的用電 那其實老實講 你如果今天說你要漲電費 為什麼你不是去漲那些業者的電費 就是說今天我們讓他們用非常廉價的電費 然後去就是 你說要漲價也可以漲那些大財團業者 不是漲我們人民 他反而是過來是要求說要來去漲一般老百姓的電費 麻這個老百姓的錢去補貼這些企業的錢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正義的 也是一個不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做法 所以他如果說他要漲電費 我覺得他不應該第一個開刀下手的是人民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一直說核能是一個便宜的能源 可是事實上我們一直沒有去思考的問題 是說我們有去思考我們未來要怎麼處理核廢料的問題嗎 我們放在核一二三廠裡面的那些高階的那個燃料棒 已經用過的燃料棒 它是所謂的高階的核廢料 我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去怎麼處理這些問題 這些接下來要處理都是非常多淺的問題 還有蘭嶼的核廢料 你接下來蘭嶼那個契約跟蘭嶼的那個居民的那個土業契約照 就已經到齊了 接下來你要放去哪裡 你到底要怎麼處理這些低階核廢料的問題 這些都是需要用到錢的 那我們都沒有把這些錢算進去 當你要把這些錢算進去之後 核能還會是一個便宜的一個便宜的能源嗎 其實不會它可能反而是可能是更貴的 所以我們覺得說這樣的一個昂貴又不環保 而且是拿人命來開玩笑的這樣的一種發電方式 絕對不會是今天行政院長他所說的是 給未來的子孫一個選擇的空間 那個是一個自殺的選擇 那個是一個給人民一個自殺選擇的空間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一種做法 再來我們也必須要去強調就是說 昨天其實雖然我們好像看到說 這個蘭嶼的這些縣市長 他好像說他想要釋出善意 可是我也必須要去譴責昨天的台北市長郝隆斌先生 他用這樣的一個這麼暴力的方式去 驅逐這些和平靜坐的民眾 他事實上他所要展現的就是他根本沒有善意 他是講一套做一套 他一方面跟你說我們要釋出善意 但是他事實上他就是派這麼多的武力的警員 然後水車來去驅逐我們 所以我覺得老實講 到底我們要對這個政府還能夠保有多大的信心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當然還是會持續的再 再開到持續的進駐下去 到底我們要對這個政府還能夠保有多大的信心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當然還是會持續的再開到持續的進駐下去 那接下來 當然明天立法院也有跟核四相關的這個就是 條例要審查 那我們也可能會有一些相關的動作 那我們晚上就是也會再開一個記者會來 發表我們後續的一些行動 流到泡 那像我們在環節 我們的理性在人道中 趕快讓林立雄不要發聲不幸 可以不要再禁止可以回家去 讓反核人士從凱盜離開可以回去 唯一好像不像他落幕了 好像是馬總統跟江院長 民党的黨團大會 從馬蘇會 從昨天的憲事長首長會議 到今天的日本的這些什麼永和團體 請問這每個動作是在解決問題嗎 就很像這個太陽 提油救火嘛 那昨天最有意思 昨天戳破兩件事情 第一個 他的決勝模式 是沒有跟幕僚單位去溝通的 昨天宣布的時候 台電立刻反映 他們覺得驚訝 驚訝什麼 他們不曉得會做這個決議 所以換句話講 馬總統 你是根據什麼而說 這個東西是好的 第一點 第二個 昨天戳破了一個謊言是說 二號機是不會動的 再給你一百年 他也蓋不出一個所謂的 這個核心機組也不可能發電 所以提供6%的這個核四 原來的核四 現在只剩下一個機組 一部車可以跑 只有3% 請問3% 那請問蔡集商委員 剛剛說的那些話 是不是可以政府給我們一些收金的費用 從頭開始嚇我們嚇到現在 好 這決勝模式的問題 第二個 請日本這些永和的人 就可以解決我們台灣的核能重啟 核能的這種決定嗎 那我們是不是要請日本的 反核的人也來 您說小泉前首相 我們請他來 我們是不是我們民間捐錢 請他來 整個社會要繼續吵架去 對啊 我們是不是請德國的人也來 德國到現在為止 做了用太陽能發電 已經建造了20座核能發電廠的發電量 請問台灣政府不能做嗎 日本 我們台灣的發電 這個太陽能電廠的公司 去年前年大算錢為什麼 股票大漲 因為日本人買了我們很多的核能的這個面板 那麼第三點 我要請問 在沒有完成這個決勝模式之前 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現在很多廠商 因為我有陸續去問他們 他們要到今年年底 核一才能報完工 報完工以後 還有半年才能夠知道 確定是安全完工 然後接著才能夠安全的檢測 把總統 你已經不是總統了 人家說了這麼多事情 所以看你們全社模式 很清楚的 你完全要跟人民作對 因為你是一個鐵擺一塊 永遠不承認自己說 永遠要跟...